3個中產黨, 今天會談談兩宗疑案 其實有三宗, 但有一宗, 可能已經太歐了 不會再說, 就是何君堯被刺事件 何君堯被刺事件, 必須要說, 我是炒車的 我是在導入一個字編制度, 看一看你寫的東西, 直覺一看影片, 看一看, 真是假的 何以後再看一看, 並不是 但這件事已經澄清了所有事件 如果今時仍然是制度治療, 智商有限 因為你上了庭, 所有事件都起底 現有的資料, 也不可能那個人, 真心想堆壞何君堯 另外兩宗, 至少在錄音時, 未有清晰的資料 一宗是周梓樂, 在將軍澳停車場, 墮樓, 身亡 另外一宗是昨晚, 警方證實了, 證實了, 荃灣有個18歲的女生, 報告警 聲稱, 荃灣警署, 被警察輪姦 就是強姦而雲 首先, 問大家, 你們怎樣看這兩個疑案 我先說, 這兩座議案, 如果是順從政治而言 大家是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所有都是 即使我們說行刺, 何君堯到今時今日, 還有些人覺得他是 現在說有些新的說法 要是黑社會收數不暈 要是大陸覺得要他收聲, 所以就派刺客來殺他 你總可以說服自己, 不接受現實 你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說服自己 但這兩座議案, 你要怎樣看 你先看 這位周童是我的師弟, 科大 其實是, 我想是幾... 怎麽說呢, 當然很不幸 開頭很多人討論, 就說到 刺層層, 就說他是遇害 但現在到這一刻, 我想我自己可以反省 或者是反省出來的 就說, 凡真一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是先看清楚, 看他有甚麼證據 因為大家都說到很像層層的 大家都說到很像層層 但他一直都閉著, 很多片都不出來 但到最近呢 我們剛剛錄影之前不久, 領展就放了很多片出來 給別人看了 那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都覺得是... 現在我們看到警察那裏 是說過一些前言不... 我不敢說他是不是說謊 但肯定有些事是前言不對後語的事 於是, 就是有點理規的 前言不對後語, 其實本身有謊 但問題就是, 他究竟是有心還是無意? 所以這件事就令到我會傾向 原因是, 因為閉路電視都拍不到電話 所以你這件事就已經可以任你說了 即是你說他任何可能性, 因為你拍不到 但是唯一... 自殺都可以, 你先說他 第二件事, 為何會令他一個懸案呢? 因為你警察說過謊 那你就不能夠, 因為如果你一直都是說真話 你還可以說是根據你過往的往績, 相信你某程度上的說法 但今次警察說了兩次謊 第一次就說你是沒有入過停車場 誰知被人抓到他們有入過停車場 第二你說你是事前沒有發過催淚彈 結果又被人抓到你是有發過催淚彈 其實還有第三個, 不關直接的事 你說你沒有阻礙救護車救援 你又被人拍到照片, 是有阻礙救援 而你硬去說, 因為他的救護車沒有叫我們走開 所以我們沒有跟他溝通, 就沒有阻礙他 就是這些, 你是被人看到, 你一不再追而生廣彈 很簡單, 就是我們家裡經常都會遇到 如果你的兒子, 即是說他沒有偷東西 但之前他已經說了兩個謊言 你是很難相信他第三個不是謊言 所以, 剛才你說的這三件事, 說得很好 就算真的, 這位同學, 跌那一刻, 跟警察完全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真是, 現在去到這樣, 被人覺得你有點謊言之外 就算不說旺跡, 就算只是剛才那個救護車 如果是間接, 可能你不知道什麼 真的阻礙到他延遲了幾多分鐘後 那就是真的他的死是間接跟你有關 這件事就算是, 在道德上, 就算是在法理上 你好像沒有什麼責任, 你不知道 但在道德上, 人家本身對你這麼快感的時候 就真的會入了你數 這件事是慢不掉的, 走不掉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首先講救護車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看過, 救護車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是斷正的, 你是斷正的 沒得談的 而且是這件事是很不對的 我覺得一個人是不會無端端 或者是一個正常的人 當然有些人是請英雄, 或者覺得冷靜的 是不是無端端跳過去, 然後就掉死了 請英雄, 都不是一個沒有人看到的地方請英雄 冷靜的 你為什麼冷靜, 是在一些有人的地方冷靜的 至少他可能被人在追捕, 或者是躲避一些東西 或者是一個很急的情況, 你才會犯這個過錯 這是很正常的 當然我作為一個藍絲 我當然會覺得, 如果追捕你, 跌下去的時候 追捕你, 你跌下去, 這是你的問題 你要告訴別人, 你要追捕我 所以其實那個謊話本身是不應該說的 如果你是因為這樣的問題, 你的謊話是不應該說的 藍絲會覺得我追捕徒, 天公地道 如果我結婚你就來 我結婚你就來賀, 你就來搞我 我追捕, 當然是追捕你 你追捕你, 你就跌死, 你自己笨 你可以這樣說, 但問題就是 那你為何要說謊呢, 你應該就要你的氣座這樣說出來 然後打到藍絲, 你就來打 我應該這樣做的 應該是這樣說的 那一套說話, 我覺得是比較 有碗說碗, 沒做錯 除非你說你真的夾手夾腳, 扔了下去 那你就不能夠, 那你就真的 但我知道他是不是做到這麼離譜 我就很懷疑 現在他有新的閉路電視, 最大的印證是什麼呢 不知道他一個有跳下去 你那個閉路電視, 拍到你之後和之前都有人嘗試 爬下去 那就是說, 其實不止一個人是做過這件事 那你跟著想, 為什麼會有人一疑再疑, 再一個位爬下去 這樣說, 你這個說得很暗 因為這個, 在藍絲帶的什麼來説 證明他真的自己跳下去 就是藍絲帶反而覺得過來, 按來證明自己 是否有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會無端的跳下去 證明那件事, 即是說, 之前發生的那個人跳下去的時候 一定是一些事情, 是發生了一些事情 反而那就是, 自己自分析 你就是警察, 你是不願意認錯任何一樣的錯 其實關鍵就是, 你其實不是認錯的 你就是認錯的, 我就是射個槍彈, 我就是追 然後追完, 有很多人試過在那裡跳 其中一個不幸就摔死了 正如這樣, 如果作為一個藍絲 你打我就開槍 開槍我就打, 打死你也無怨 你不需要否認開槍 你現在說, 警方從來沒有跟受害者有身體接觸 這是什麼解釋來的 我是藍絲, 我也覺得受不了 我覺得, 如果整件事攤開來講 除非你真的打他一身, 扔他下去 否則我直接說, 政方執行正常任務的時候 他自己失足下去 或者, 我們曾經在那裡執行正常任務 不過, 不知為何他下去, 我們就不發生 你這樣說, 就會比較正派一點 根本上就不需要, 你根本上不需要搞這麼多事 我也覺得, 幾大可能, 一定是有追趕的過程 你想想, 為何他今時今日, 都不肯說, 殺亦絲那件事 一定是有一群人在追趕的年輕人 為何他不說得出來呢 如果我講了謊, 那群人隨便一個揚了出來 整件事就被握了 現在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射出去彈, 他被握了, 已經跌下去 一是有人追趕他, 然後就跌下去 假設沒有人打他一身, 再放他下去 而我覺得第二個機會是很大 因為你有一群人追趕他, 追到他頭頭無路就跌下去 第一, 你沒有說謊, 你真的沒有跟他有身體接觸, 你追趕他 第二, 我真的不能說出來, 因為我追趕他, 搞到他跌死了 就是我們警察有責任 第三, 我不能說這宗身杖的謊 因為我有一群人追趕他 那群人裏面有隨便一個, 如果他不夾了我的口供, 揚了出去 這件事就是... 但這是很紅絲的看法, 藍絲的看法就是追趕他, 追趕他, 追趕他, 追趕他很合理 我意思是說, 如果藍絲的看法是合理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不需要否認 不需要否認 不需要否認 不是吧, 你現在警察就是要否認 所以你才會搞到這樣 其實跟太子一樣, 太子又反過來說 如果你真的沒有打死人, 你直接說就是沒有打死人 我拿完片出來, 為何現在不拿完片 因為那些片是肉酸 站在藍絲的角度, 我是速龍隊, 打你就打你 打你有甚麼問題, 我覺得你還有還擊 打到你手軟為止 但你又不想這件事這麼臭 不想被人看到, 唉呀, 這麼難受 所以你今時今日, 為何太子的閉路電視還沒有拿出來 就是因為那些東西太難受, 不讓你看 結果所有人都會猜, 一定是有死人 因為那時候, 八三一的時候 其實去打那些人, 他們仍然是 我覺得今時今日, 在現在這個狀況 你再拍到警察, 打那些人, 是沒有事 其實, 八三一的時候, 是有事 我覺得整件事, 判斷錯誤了 現在今時今日, 你就算點影去打那些人 其實你對於自己的支持導演, 都不會太大 因為對家, 就已經看過他們見到的片 都是周圍打的 但自己那邊... 其實是有一個賞理包袱 就是我不可以自己展示我那些亂打人的片 藍絲見到, 又覺得沒有問題 藍絲見到, 又覺得沒有問題 很不明白 不如大家揭開來 大家揭開來 只要你不是真的... 唉呀, 大哥, 我們講不到強姦 講完吧 繼續講完 其實是另一件事 因為你強姦案的問題 就是你所有事情都是基於沒有畫面的後供 因為由受害人說要報警 跟著就說案情 所有事情你都只是說 唯一現在是肯定證實的就是有人報案 第二件事就是受害者 有發生到在醫院有墮胎 然後就是他墮胎的原因 就是他聲稱在警署被人輪姦 但是你說跟周同學的最大分別是什麼 因為發生的事情是在荃灣警署 你有一件事 聲稱在荃灣警署 因為現在警察要否認這件事 其實他已經說了 他就說 無論是發生9月27日 還是之前和之後 他們看完所有的閉路電視 都沒有見過有一個疑似女事主的人 走去 但他看完不是給我們看 他可能會公開 你問我 其實公開是很麻煩的 因為現在是公開 他沒有進去 所以公開那些人 看72小時 但是你要否認這件事 很容易 你要證實這件事 不就是你要否認這件事 很容易去做 因為你只需要看完所有閉路電視 你就知道究竟他有沒有進去 而且他還要說到 現在說那個女事主的證供 和那個警署的佈局 或者是一些他發生的場景 很不合適的 但是當然 現在又反過來 即使是這樣 我也是很難相信你 就算你現在拿了72小時的閉路電視出來 我都不知道究竟你有沒有剪過 這件事 你就算相信警察的清白也好 我現在是不相信警察 你怎樣解釋 我都是不相信的 而你也是活該 因為第一件事 所有人抓進去警署 沒有第三方 保證你獲得妥善對待 裡面又不會有所有閉路電視影 都發生什麼事 他抓進去房間 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又試過很多人進去 原本沒有村沒有爛 進去之後 就被人打到脫頭脫骨 然後又有很多人 聲稱自己被人突然 你會看到他有傷 基於這麼多事情 是不相信你的警察 你當然是說什麼警察都沒有用 我說是很容易否認 你拿了閉路電視出來 便可以否認 但問題是 你拿了閉路電視 我都不相信你的閉路電視 是沒有剪過 這件事我覺得是比較 純粹一個個人 不要看什麼證據 就覺得很誇張 做一個藍絲 你怎樣幫警察鬥 做一個藍絲 這樣說 我不是鬥 我就是這樣說 我當然不會說鬥 第一 警察打反就肯定了 港產圈都經常打反 任達華 李修賢最喜歡打 警察最喜歡安排人 警察 說保險 當竟說警察 是要ソNY 怎烘副邪 即總有害群之馬 其實警察 執行了 局勢 documenting 只要雙早 監視 先讓人自信,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去奸普通的一個女生,和一個抗爭者 那個麻煩是必然會發生的,那是一個自然會發生的麻煩 你要是很多人合謀,很多人共犯,或者什麼 所以打仗的時候,日軍來打我們、同胞的情況,他都每個都是這樣做的,就這樣就不怕了 要是很大規模,或者為什麼 大家我們是要撐他的事物,我沒有權勞 我沒有權勞幣的那大多人 40 個,他們會覺得這件事是嚮人體聞的 但事權算不同,資權又會接受的人 那個人打贊,或者吸他的妞去的事物 以及奸那兩個程度是有分別的 還有那個報警的女生是否支持她 沒有做過特別的事 你不知道,總而言之是你其實知道 你說,那些同袍會不會支持她 如果她做的事是令到警察很反感的 也不是的,因為強姦和奪就始終是兩個層次 你可以有一個女生犯做了很多傷天害事 然後你奪她一身 而且女生做了很多傷天害事 你奸她,那就兩人層次 如果純從一個挺撐警的人來說 什麼撐警,是你站於道德高地 道德高地就是能夠接受弱打 但是不能夠接受強姦 對,我想也會有很多人,你不能夠接受 你不會聽有藍絲說,奸你有沒有奸你 沒有人會說這件事,他最多只會說 這些一定是作出來的 這是你自編自導自演的 但我也這麼說 撐是應該的,撐是打反 你們要打我的警察 你們要打我的警察 你們要怎麼辦 你們要打我的警察 我覺得,若打 基本上我可以這麼說 是哪有發生的 亦都是由藍絲所接受 亦都是這樣 就算是之前那個 在中大控訴警方的那個女生 她說,喂,她看我去小便看我下方 那個女警看你下方 就說,我怎麼知道你 喂,大哥,你走返 周適都是這樣 去廁所,盯緊你去廁所 就是這些事情 她說的警察 我覺得整件事 至少我不能說是有發生 至少是不會發生的 而且發生的那件事 頻率是很高的 就是中大那個 究竟盯緊你去廁所 算不算一個什麼呢 或者叫你蹲下跳 脫穿衣服 蹲下跳 周適都有 其實看電影也有 還有劉德華也有跳過 那些事情是會發生的 但是呢 反過來,你去到奸 還是輪奸這個狀況 因為輪奸是一個集體犯罪 狀況就比較 我不能說是因為 始終看證供 是比較令人難以置信 之前張建大使有說過 如果真的發生 這就是一個集體合謀的一個罪行 而規模可以去到以萬計 因為你要全個組織的人 都要接受這個價值觀 你才能夠令到這件事 正當化和包庇它 那就是整個組織 就不是說裡面的幾十個 我們已知的警察 一些殘暴的警察 價值觀都有違背 就算去到1960年代的時候 看到阿斌豪一出 就幫他那些都是有違背的 好,去到這裏